還要來看到 因為找來公民黨政治人物 來拍宣傳影片 結果被戲稱是會動的長輩圖 甚至還引發一連串爭議的 第一屆中正杯街舞錦標賽 是在今天登場 那麼頒獎典禮特別找來了 霹靂舞協會理事長 連勝文助政 似乎就是想要 沖淡一些先前的爭議 然後連勝文是認為說 這個跳舞本來就應該 要是很快樂的事情 也說街舞協會理事長選智慧 實在也沒有必要 為了這樣子的一個紛爪而落淚 一身禁裝身兼霹靂舞協會理事長的 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現身第一屆中正杯街舞錦標賽的 頒獎典禮 大咖助政釋出有因 找來國民黨政治人物 拍攝中正杯宣傳影片 卻被笑說是會動的長輩圖 還被批評是政治操作 沈智慧忍不住落淚 我這幾天很容易到快瘋了 早上去找個地方還被拒絕 我真的快瘋了 為街舞做事有錯嗎 真是人物為街舞做事有錯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了這個事情落淚了 這個音樂講真的跳舞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真的沒有必要這樣子為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大家攻擊也好或者是難過也好 人都來了網友敲碗連勝文現場秀舞 但他推說沒有練習 也對職位看得很淡 過去來講我們會出來參與舞蹈活動 主要是為了要推廣讓大家認知到 我們這樣的一個體育活動 那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關心了 我想我也可以慢慢的退去幕後 現在正在準備要 以後要好好努力跳 來學習學習 因為總是要學習嘛 對不對 相較連勝文的不戀戰 沈志慧對街舞似乎還是興致勃勃 華視新聞張志勤 劉俊男新北市報導